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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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的慈悲就是绝对的真理 因为佛陀的爱已经达到纯然的地步 这是我们要向佛陀学习的慈悲课题 我们要学习意志与发展这种心 而不是一再地随胜我们凡夫的烦恼习气 投出头末的轮转于生死之中 如果能够医治这三心 出力心 慈悲心 菩提心 我们就能实践波罗蜜而走入成佛之道 生命最大的意义来自于慈悲 慈悲使我们学习包容 使我们消除人我的抵对 慈悲为社会 世界带来无限的利益与祥和 慈悲使我们拥有强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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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慈悲 慈悲才是我们永恒的依靠 慈悲具有救护一切的力量 慈悲使我们拥有强大的动力 慈悲恨只会招来危险和诅咒 希望拯救自己 拯救众生 就要保持慈悲 如果不希望遭逢危险和诅咒 就必须先忘掉怨恨 诸佛菩萨因应期盼着众生 不舍众生 所依赖的就是一颗无畏的菩提心和慈悲心 生命的最大意义来自于拥有慈悲心 生命的本质是痛苦 生命的目的是灭苦 生命的意义是慈悲 热爱生命最好的方法 就是去热爱一切人事物 我们要实时长养保持纯洁 利他的慈悲心 将此爱影响我们生活周遭的每一个人 若我们能够对一切众生有所帮助 我们的生命也将充满意义 对一切生命慈悲 才是生命的意义 与目的 凡是只为自己着想的人 只能永远活在狭窄 不安和恐惧之中 因为他永远在担心 他将会失去所拥有的一切 试着对一切生命慈悲 我们将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清安与喜悦 抠心才是无上的保护 慈悲才是殊胜的护法 如果要让自己没有烦恼 就要学习保持空性 空性是指没有实在的我 实在的法 一切诸法都是由因缘所生之法 当我们能够深刻体会空性 当我们能够深刻体会空性时 我们将能升起广大 且真实 无有虚伪的大慈悲心 慈爱与奥 才是我们救赎的唯一之路 佛陀的心 就是为众生拔苦与乐 也就是所谓的慈悲心 慈爱与奉献之路 显发慈悲极见佛性 因为慈悲就是佛性的特质之一 当我们能原谅敌人 就已经拥有佛陀的特质了 我们也将从凡夫的生命 转化为佛陀的生命了 慈悲是其他一切美德的根本 不管持守任何的道德标准 都要以慈悲为基础 为动机 慈悲是最圆满的道德行为 也是改造我们生命 最为有力的基因 佛陀的感情是什么 就是无私的慈悲 诸佛 菩萨所拥有的感情 是一种大感情 就是以平等的真性情 普遍自爱一切众生 凡夫的爱 感情 是掺杂着执着的感情 菩萨的感情 则是延展至一切众生的 平等自卑 作为大圣佛子 应该实时转养慈悲心 实践慈悲心 以慈悲心为装备 以慈悲心 以慈悲心为假注 如此 就不会再有任何病苦和障碍产生 使方护法善神 祂都会拥护我们的菩提道也 使祂不断增上 开悟最快的方法就是慈悲 永远为众生着想的慈悲 因为慈悲 我们超越了自私 自我 也超越了对理 因为超越了自我与对理 也等于突破了紧张与不安 大圣佛法的精神 就是大慈大悲的实践精神 大圣佛教徒修行的目的 就是为了圆满无上的菩提心 我们所要拥抱的 是那颗圣洁清静的菩提心 所要放下的 是那些在生死轮回中 不断累积的执着 烦恼与恶习 无私的慈悲 能够将自我放到最低 无我的慈悲心 不仅有助于我们不断突破自我 丰富自我 并能实践菩萨利他的伟大情操 利己有情 安住于慈悲心的人 不会受到刀 毒 水 火 等的伤害 世间的一切灾难 也无法伤害 安住于慈悲心的人 保持慈悲者 实践慈悲者 一定不会遭受灾难 横祸等伤害 并且一切实处都将吉祥 我们要以悲心 克服 加害我者 以慈心 克服 心怀 抵抑者 以忍入 克服 污辱 我者 以真诚 克服 重伤 我者 以包容 克服 与我对立着 放下 就是解脱 慈悲 就是快乐 放下 是指我们所知 所处 所见的一切 都不是真实的存在 诸法 都是既由 因缘等条件 所聚合的幻影 什么是永恒的真理 慈悲就是真理 慈悲 是对那些还不知诸法皆空的一切生命 因为无知 仍在生死轮回中 遭受生死之苦 而生起的点灭之心 这就是悲 这就是悲与质的结合 超越爱憎 是慈悲的重要特性 修持 修持慈悲心 就不能有特别 自私的爱与恨 这就是舍心 愿 愿清平等 就称为舍 如果我们还有自私的爱 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慈悲心 佛陀教导我们 必须舍弃 我们必须舍弃对理 分别与怨恨 才能战胜自我 发展无私的大慈悲心 幸福之道 就是培养慈悲心 与菩提心的利他德行 想要追求快乐 从今日起 就开始以慈悲心 与菩提心 来面对一切逆境 完成每一件事 如此 我们将走入生命中的 最佳幸福了 我们每个人心中 都蕴含着一颗慈悲的种子 只要引导 启发与教育 就能不断地成长 茁壮 慈悲 并不是我们人生 需要另外学习的课题 而是我们本来就具有的潜能 我们只需开发慈悲的潜能 就能轻松快乐地过着慈悲生活 我们下期 保持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邮政划播 护名社团法人 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划播账号 50396819 50396819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 001 205 666 012 001 205 666 生重灾时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贡香 粉 药贡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动物 明镜月 释迦摩尼佛 殊胜功德日 慈悲之夜 高雄中山书方举办 八观灾界 礼拜八十八佛 鸿明宝灿 护身 祭慈悲失实 恭请 赞山法师祖法 日期 8月27日 星期六 时间 上午9点 地点 佛教中山书方 高雄市 新兴区 中山二路 472号 7楼 驾选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 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法会直播 请搜寻点书 高雄中山书方 新逢观世音菩萨 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呈一百万倍 慈悲至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办 八观灾界 祭礼拜 大悲惨法会 恭请 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 指导 生众 共同领众 日期 9月13日 星期二 时间 上午8点半 开始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 参与讯息 同灾法医 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修 请务必 遵守防疫规定 2. 2. 4. 把身与义 全用于实修殊胜的法教 听闻的人们 这是你们所能从事的最美好的事物 在不变的因果法则之下 我们的行为、语言和思想 决定了日后所要经历的快乐或痛苦 如果行为支撑的趁感 倾向不善的那一侧 我们将在轮回的下三道中受苦 如果趁感 倾向善的那一侧 我们将能够从轮回中解脱 并在一生中正悟成佛 抉择显而易见 让我们避免痛苦之因 确保获得安乐 如果你在佛法新圣之处 投身为人 遇见一位具有成就的上师 并把上师的教导 不诸实修 那么将使今生 及未来的生生世世 获得无限广大的利益 你将了悟世俗的纷扰 把你植求在轮回的牢笼中 而升起一股渴望从轮回牢笼中 解脱的强烈欲望 此刻 你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 一条通往解脱道 另一条则通向轮回六道 经典有云 生是能够引导你 渡往解脱彼岸之船 生是能够让你 沉入轮回无底深渊之石 生是邪恶的仆役 也是善德的仆役 正如一块清澈透明的水晶 会折射其支托的颜色 我们的心意 也决定了行为的善或恶 因此 选择正确的道路 把我们的行为 语言 念头 导向佛法 是很重要的 初学者应该把所有的精力 放在培养善的串习 消灭不善的串习之上 在佛陀注释期间 佛罗门 罗伯绝多 以每日记录的方式 来提高警觉 测量自己进步的程度 每天傍晚 他把黑色 白色的软石 分成两堆 每一粒黑软石 代表他在白天 升起的每一个恶念 或犯下的每一个恶行 每一个白软石 代表他在白天 升起的每一个善念 或从事的每一个善行 刚开始 黑软石堆远高于白软石堆 但渐渐的 两个石堆的高度 趋于平等 最后 由于他坚持不懈 他达到 只有白软石堆的境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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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